大家好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玩薩爾達傳說 我是魏惟 今天我打算要去解神獸 我打算今天打一個神獸 那呃 打什麼呢 打 大概在這邊 這邊 在上面有一隻鳥 我們去打Rito Village 上面飛的那個鳥 這個神獸 那 我就打算把我自己傳送到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之前已經打過一個神獸了 那這個遊戲裡面有四個神獸 我們還有三個神獸沒有打 那今天我想要打的是 上面飛的這個鳥 哈囉 好 那呃 在那個之前呢 我就先回到這邊 然後再往上走去見這個村落的一個長老吧 還是一個長者 在這邊 就可以跟他講話 哦 你是誰呢 哦 吼吼吼吼 吼吼吼 然後看到他這個身上的這個 呃 掛的這個平板 他說 他就認出來這個平板 他說你這個 平板叫做 Shaker Slate嗎 哦 哦 真的是耶 然後說那你就算 你應該也是一個很厲害的人物囉 然後 呃 你應該能夠登上這個 呃 這個神獸上面 不可能啊 就是說很厲害的人在一百年前都已經死掉了 他說啊 這樣你可能是 這些很厲害的人的後代 這樣子 然後說 呃 你想要聽一下 我這個 Oman的Request嘛 你想要聽一下這個老人的建議嗎 然後就說 他要聽 我們就說我要聽 說謝謝 那說 呃 既然你有這個很厲害的人的這個基因啊 你的有他的這個血緣關係 所以 想要問 問我們 能不能夠 處理一下 這上面飛的這個鳥 這樣子 一個很大的 Giant Beast 很大的 野獸哦 這樣一直在我們上面懸繞著 然後說 只有是 特定的人哦 很厲害的人 才能夠打敗 這個 神獸 然後說 一定要進入這個神獸才能打敗他 然後 呃 他曾經 呃 跟這個 我們這個村落裡面很厲害的武士 呃 解釋過 不過很厲害的人呢 他並沒有聽窮他的解釋 然後說有個叫Tabar跟Hoth 然後試著要 呃 打敗這個神獸 但是 呃 沒有辦法打敗 然後某個叫Hoth的人 還受傷了 然後說Tabar呢 就 呃 逃 就是說 逃亡 這樣子 然後說 呃 你如果是 很厲害的人的後代的話 能不能夠幫我們 然後請你 呃 去找到Tabar這個人 然後呢 你跟Tabar兩個人的合作 說不定能夠打敗這個神獸 這樣我們就接受了這個任務 要打敗神獸 我不小心又按到 又按到那個 按鈕了 所以 好這樣 那我們就要去找 這個Tabar 那 呃 這邊有個女生 可以跟他講話 她說 啊 不好意思 我剛才看到你跟這個長者有交談過 然後說 好像 聽起來你想要找我的丈夫 她的丈夫就是Tabar 說你們想要一起打敗這個 呃 神獸 但是想要告訴你實話 呃 我也沒有辦法 現在沒有辦法 告訴你 呃 我的 先生在哪個地方 然後我們就問他說 你現在到底跑到哪去了 你現在 你的老公到底跑到哪去了 然後說他的老公呢 是他只知道他是在一個叫Flight Ranch的地方 然後說在某個地方叫Flight Ranch 他說 他說 那個地方呢 就是很多的這個 呃 戰士 Rito的戰士 這個村莊的戰士 都在那邊 呃 準備 練習怎麼樣 打鬥 嗯 嗯 然後說他想 他大概會到那個地方 嗯 然後說就是可能會到Flight Ranch去找他 所以大概在那個地方 然後林克看到這一幕的時候 他就突然想到一個回憶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回憶 在某個地方 有嗎 在某個地方 我认识,我认识,很少能获得一个颜色的颜色 但我认识,我认识,做了一种颜色的颜色,让我尝尝 它是算是一种颜色的颜色的技巧,甚至于在与Rito 用了我的最佳的技术,我看不出为什么我们不太能够担心的颜色 现在,我的能力去探索的颜色是一定有关的 but let's not pardon me for being so blunt let's not forget the fact that i am the most skilled archer of all the Rito yet despite these truths it seems that i've been tapped to merely assist you all because you happen to have that little darkness sealing sword on your back i mean it's just asinine unless you think you can prove me wrong 或许我们只要一项一项一项 但是,哪里? 我知道,哪里? 你必须对我拒绝了 我忘了,你没有办法做这些怪物的狗屉 好幸福把闭封一套 我超愛這個遊戲的 這遊戲不時可以玩 還有很多故事 剛才是他跟之前的村莊的戰士交談的過程 村莊戰士看起來好像並不是非常的喜歡領客 喔!你是這個很厲害的戰士的後代嗎?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去打敗這個鳥 那現在就要到Flight Ranch那邊去找他的老公 然後這邊他有秀出Flight Ranch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要到這個地方去找他的老公 找到Taba 然後跟Taba一起去打這個鳥 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走過去 但是比較快的方式就是 其實是爬這個上去 爬到最高的地方呢 然後用飛的飛過去Flight Ranch 我們上次已經做過一次了 只不過我們上次很接近Flight Ranch 可是沒有真的進去Flight Ranch 那這次我們就真的爬上去然後到Flight Ranch這邊 好!我們現在爬上來了 我們早上飛的飛過去Flight Ranch 我們早上飛過去Flight Ranch 這樣比較簡單一點 這樣Flight Ranch大概在哪個地方呢? 看一下地圖 大概是不是在我們現在面對的這個方向 那我們就飛過去囉 在這邊 這個方向 那我們就飛過去 飛過去找一個叫Taba的一個人 在這邊 這個凹洞這個地方 就是Fight Ranch 我們就不爬過去了 我們直接飛過來這裡 然後在那邊有個燈有沒有 有個燈在那邊亮著的 我們應該可以在這邊找到那個Taba 那個老兄 直接用飛過來的 讓你見證一下我們的實力 Taba 你就是Taba嗎 很帥 很帥 其實我在這邊很忙 你應該要去 他說他很忙 說請勿打擾 好 但是我們還是要打擾他 因為我們要去打神獸 我們跟他講一下話 他說你想要做什麼嗎 我很忙耶 我就說 我可以幫你 幫你打神獸 幫我幹嘛呢 幫我什麼事呢 幫你打這個神獸囉 然後Taba就說 我搞清楚一下 是隨便某一個小孩子就來幫我們打神獸 我才不相信咧 他說你的命叫什麼 你的命叫林克 林克 什麼林克 他說 林克我叫Taba 不過你已經知道我叫Taba了 然後我想是 村座裡的老人 跟你說要來找我的 是不是這樣啊 是真的是這樣子 然後說 我看你還不錯 那 我也不會到別的地方 但是 我是Rito的這邊的戰士 這樣子 然後說 嗯 嗯 我是來幫你打 神獸的 然後說我們來開始打吧 嗯 然後這個 戰士說 你是說真的嗎 他瞧不起我們 然後說 要打神獸的 關鍵就是要先進去這個神獸這邊 然後但是呢 嗯 沒有辦法進去 這樣 你連翅膀都沒有 你根本 根本不用想 進去了 而且你還連 腦袋都沒有 然後說 嗯 能夠進去的人 只有 嗯 古代的五個 很厲害的人 然後說我們現在也沒辦法進去 嗯 然後說他現在要在 如果真的要打的話 他要測驗一下 我們 有沒有這個實力 能夠去打 神獸 所以要看你有沒有能夠 嗯 使用這個劍 嗯 然後如果能夠打 在三秒 三分鐘 以內 打五個 這個目標的話 我們就算你準備好了 嗯 那我們就來 打這個 在三分鐘看能不能打到這些目標 好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準備的 這個劍有沒有準備好 這樣我們都準備好了 那我們就 過去打囉 這邊先射這個 好我們應該換個弓 換這個十四的就好了 好 這樣打過了 嗯 好 看起來你蠻厲害的 看起來你也打過一些 打 打 打鬥過 打鬥經驗吧 哇 我有一百個打鬥 上百個打鬥經驗呢 嗯 那我們就現在要去打 這個神獸 嗯 然後說 好我們可以去打神獸 不過 如果打的話就是你準備好 我們再打 那我突然想到我們還沒有準備好 那打神獸可能要準備一些 呃 炸彈的劍 所以 我來準備一下 好 我剛才去準備了一些劍喔 那 呃 現在都準備好了 那我現在就回來打神獸 呃 我先拿這邊的弓 這弓看起來比較強 那 我再跟他講話 嗯 我說準備好了 嗯 我說為什麼你想要打神獸呢 因為我想要 他說我想要 呃 拯救 呃 公主 或者你可以回答說 我想要拯救這個Rito Village 或者是 反正 你可以選很多個選項 我就選說我想要拯救公主 嗯 喔公主 敲打公主 他說這是 一百年前 這個Hairi這個 嗯 國度裡面的公主啊 什麼的 然後 說不管了我們現在就 去打 我們 去打神獸 嗚 開始了開始了 哇 好酷喔 飛來空中 就決定要打神獸了 喔上面真的好冷 嗯 不過這神獸呢 有一些 呃 這些機關 保護著 要先把這個機關打壞 嗯 所以小心不要被這個 嗯 雷射光打到了 然後要用這個Bomb Arrow 去打這些 嗯 打這些雷射炮 這樣子 我們就開始來打神獸了 嗯 嗯 嗯 Let's go 我先換這個 喔已經換好了 Bomb Arrow 這樣換成Bomb Arrow 才可以打這些 好 打壞一個 還有兩個 還有三個 講錯了 喔 殺不到我 你打不到 太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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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不到我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那麼後面才打這些 神獸 因為 因為需要很多的忍獸力 所以我們現在有很多忍獸力 就可以 你看就可以飛到這邊 去打這些神獸 還有這個 像我們有很多忍獸力 這樣比較好打 打開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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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最後一個 要打 最後一個 打開我們 這個 打開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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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好运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传送门 以后我们就可以传送到这个神兽这边了 然后现在在讲话就是 刚才回应里面那个很自傲的那个人 然后很自傲的人说 没想到还可能看到你呢 让我等了一百年 你现在在这边 然后现在就是我们要 问我们是不是要打败这个 神兽 如果要打败这个神兽的话 你要在这个地方 拿到神兽的地图 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等下就要去这个地方 控制室 拿到这个神兽的地图 那些指引石 有这个神兽的地图 能不能够到那个地方呢? 他说能不能够到那个地方呢? 还怀疑我们 那我们在去那个地方之前呢 我们先把我们的剑换成这个剑 然后 先来这边后面 屁股这边 有一个宝箱 我们来剪一下 这边有一个眼睛 把它打掉 打掉以后 我们就可以去剪宝箱 不要忘记咯 好 解了宝箱 里面有什么 里面有一个宝石 之后可以拿去卖钱 然后我们就开始要去解 神兽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们就开始 出发 第一个我们看到 这边有个眼睛把它打掉 打掉以后我们才可以进去 第二个 这边有个飞的这个 气 流动这个气 我们就 借这个气飞过来 还不要飞那么高 飞到差不多这么高就好了 然后大家先到这边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眼睛把它打掉 然后这边有个宝箱 我们就解开这个宝箱 有个Ancient Core 好 那 接下来那下面有个Guardian 我们就换一个发亮的武器 打Guardian 比较有力 我们的武器在 这边 有什么发亮的武器 有 有这个 快要爆掉的Master Sword 或者用这个好了 20的就可以吧 好的 那我们就到这个主控室这边 拿到地图 这天空吗 好 到这个主控室这边 拿到地图 所以我们现在就有这个神兽的地图 我们需要去解那些 几个终端点 几个Terminal 几个控制的这个点 那我们就有力气了 所以我们需要 启动这个全部的这个Terminal Terminal 中文就是 中端的这个点 你觉得你可以吗 这样都是很瞧不起呢 那大概是可以喽 那我们就可以了 就开始去解 不过那之前呢 我们先去解 这边 有一个宝箱 这边有五个Bomb Arrow 然后我们再到这边 有一个宝箱 不过跳下去的时候呢 这边有个眼睛 有看到吗 去把这个眼睛 打掉 这样我们就可以去解这里面的宝箱 有个Ancient Shop 哇 这下面你看 可以看到下面的景色还真不错呢 好 那 接下来我们来去 就开始解了 这边好像没什么 东西要这样 那我们就做了这个 这样 然后我们就要过去 那怎么过去呢 这样 你就是要 选到地图 然后让这个鸟 往这边 往这边倒下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飞 我们就可以 呃 等一下就可以过去了 这样 这样 选这个 然后按 按 A 按 B 不确定 这样 就倒下来了 我们就可以过去了 过去之前 先把眼睛打掉 这样就可以进入这边 然后这边 然后这边就可以找到第一个端点 还有四个端点 有 开第一个端点以后 这个门就打开了 门打开了以后 你会发现上面 有一个怪 先把眼睛打掉 不然就不会再出来了 好 这样 丢出一个宝箱 我们就解一下宝箱 有一个ice arrow 十支 没错 那我们就继续来解 这样 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呢 你就让这个东西撞到 这个东西 还是一样 要把 需要把 鸟 移过来 移到另外一边 然后这个锤子就会 掉下去 这样子 那我们就要把 鸟移过去 选这个 然后鸟移成这样 在移动的时候呢 用吸铁 吸住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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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块 让它不要掉下去 不然妨碍我们的这个锤子 打到这个 端点 所吸的这个 铁块 让它先不要掉下去 这样 好 这个 端点就打开来了 打开了之后 就可以放掉这个铁块 好 我们先飞过去那边解宝箱 这边有个宝箱可以解 有这个 弓 这样子 但是已经满了 所以我来丢点东西 我想要丢的是 这个十五这个 木头的这个 好了 而且每次射三次也是 很讨厌 所以我把它丢掉 是不是货 这样就解开这个 宝箱 好 解开宝箱以后 我去解这个端点这边 还有三个端点 我们现在已经解了两个端点 还有三个端点 还有三个端点 在那边地图就能看得到 在滑翔翼的另外一边 好 那我们就去解 那解的方法呢 就是 可以透过这边 算是 嗯 捷径哦 这样子 从这边过去 另外一个地方 像这样 这样 然后小心不要掉下去了 掉下去其实也没有关系 掉下去的话 它就会 让你从掉下去的地方开始 等一下我们就从这边过去 另外一个端点 开在那边 你看到吗 我们就要过去那边 去解另外一个端点 我在那个之前呢 到这边 会看到这边有一个 讨厌的眼睛 按掉 然后这边呢 还有一个讨厌的眼睛 在这边 可以把它打掉 好的 两个都打掉以后 我们就可以 过去解这个端点 这样子 为什么可以飞过去呢 因为我们现在是斜的 所以我们该可以这样飞过去 这样子 就顺利飞到这边 解了这个端点 这样子 就顺利飞到这边 解了这个端点 还有两个端点 那 现在这样飞回去的话 因为现在的高度不太对 所以我们再 把这个高度再调回来 调成这样 所以现在就是往这边 现在我加条纜的高 我可以飞到那边去 飛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不要掉下去了 好的 就這樣一路飛過來 然後飛到這邊 然後再飛上去 不用飛到那麼高 我們還有地方沒有解 講還有那邊沒有解 所以我再飛一下趁這邊 好帶到這裡 喔喔喔喔喔沒有解到 好 再來一次喔 好飛到這邊 喔喔成功了 好的 我就飛過來這邊 放在這邊以後 我想要撿那個寶箱 所以我把自己 我把這個鳥呢 調過來一點點 像這樣 好 這樣就希望可以去擠這個寶箱 這寶箱裡面有什麼呢 有個劍 有個劍 但我們現在已經滿了 所以 我們就要丟一些東西 比方說我想要丟的是 當然不能丟Master Sword 那丟 丟一個這個木頭的 我超討厭木頭的 那就把木頭丟掉 可以拿裡面的東西 可以拿裡面的東西 好 那我們就 馬上飛過去 這邊有一個眼睛 把它打掉 好 把它打掉以後 我們繼續擠那個 那個地方 那怎麼擠呢 我可以把 把它再調回來 讓這個地方就變比較高 這樣就可以飛過去擠 那個端點 這樣 希望我一次可以成功 就飛過去這邊 沒有問題的 這樣 就擠這個地方 剩下最後一個 這還是很高喔 不相信我們能夠 成功這樣子 到最後是這邊 這邊喔 這邊有一些你看 不曉得大家看得到嗎 有些這個 魔鬼的這個 防護罩 不能過去喔 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要去擠的那個 端點在那個地方 所以先要把那個端點 炸掉 我們想要擠的端點在那邊 那邊看到嗎 在那邊 然後 這個的擠法是這樣 你先拿 一個球 這樣把它放進去 砰 砰 砰 調整往這邊斜的 調整往這邊斜的 好然後再把球 再把炸彈球放進去 好到這個地方 炸它 好這樣 這個路徑就會清出來了 好 那接下來呢 再丟一個炸彈球在這個地方 我先換一下我的武器 換成 什麼呢 換成 這個刀 換一下 好然後把它放進去 打開這個刀 然後 風就會把 球吹到那邊 到那邊的時候 就 炸一下一下 這樣 就會把這個洞炸開來了 那這個洞炸開來 有什麼好處呢 這裡面有一顆球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用 還是一樣用這個 傾斜的方式喔 把它再傾斜回來 好 好 好 醬 好醬 教室可以用吸著吸這顆球 我把它吸過來 吸到這邊 我再調整一下 把 鳥的這個方向再移回來 這樣 然後這個鐵球就會 滾到 這邊 壓到那個 機關 這樣門就會開了 那我們就去切 這個 最後一個 那個 端點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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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個端點都結好了 現在你就要 啟動 主要的 控制的 我希望你 看你 好看 你的圖片 應該要有 新的亮度 那 那 就 按 他說 就是要你看看 現在有一個發亮的地方 大概在中間 你看到嗎 鳥的中間有個發亮的地方 那我們就要去解這個地方 那解這個地方之前呢 我先要把這個 地理 地理喔 這樣把它再平 弄平回來 這樣不然換成這樣 應該很難打斜的話 它很難打斜 這樣 弄平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去 主控室了 這樣子 這邊有什麼東西 這邊有個 劍 我們不要的劍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需要主控室 然後在這個地方 飛上去 飛到最高的一格 就是你的主控室 然後解開 我們就看到一個 這關的魔王 這樣子 整個神獸的魔王 是一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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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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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只有我 在攻擊它 我根本不相信 我真的在說 這 但你必須要殺死我 林克 這樣就要打這個怪 那打這個怪之前呢 我們先幫它照張相 照張相 好的 然後 然後我們再 換我們的 武器 把它換成 炸彈 Bomb Arrow 用Bomb Arrow 去解決這個怪 聽說是 比較簡單的方法 那我沒試過 那我就 先用Bomb Arrow 來了 打你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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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很有效 這個炸彈的劍 禁止 有點遠 打你眼耶 Eye 這哪裡 大哥你在哪 在這 這不見了 大哥你被打爆了 那麼快 打敗 我們就炸彈的劍打敗了這個 打敗了這個魔王 噴血了 我為你做的 你就是了 啊 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样我们就拿这个星 接着就到这个主控室这边 他说你一旦启动这个主控室以后 你就再也不能登入这个神兽了 那还要启动吗 还是要启动不然的话呢 那就启动咯 请不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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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Meadow's sights are now set. You'll have a precise speed on Ganon from this vantage point. And when the time is right, give him everything you've got. Now we wait for that perfect moment. Heh. Meadow, we've been artfully patient for the last 100 years. I doubt you'll suffer a feather over a few more moments. Eh. After all these years, I simply must admit the truth. Even without the power of flight, Link made his way to this divine beast and accomplished something that even I could not. Guess I was wrong about how lucky he would be. I hope that luck holds out, Link. For everyone's sake. Looks like Let's watch the souls once again. 那其實比方說我在玩遊戲的時候 因為我玩過一次了 所以我的那個流程都是有想過的 就是我們會有很多很多的Stamina 會有很多很多的忍受力 這樣我們在飛的時候 像剛才在射擊 用射箭的時候 或者是剛才鳥在飛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就比較多的忍受力可以飛 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拿到了這個 飛行的 就我們打敗了這個鳥的這個神獸以後 我們就有飛行的能力可以飛 一次飛很高 那我就打算明天呢 明天我就打算到 大概到這個地方 到城堡裡面 到城堡裡面去找一個回憶 那這城堡是有很多很高的柱子組合起來的 那 怎麼說呢 那我現在會有飛行能力的話 就可以飛得比較高 飛到柱子的上面 希望能夠 呃 就是 不用真的用爬的 爬一點點 然後大概大部分用飛的 然後飛到大概去 找一個我們的回憶 在明天的SATA傳說裡面 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先玩到這邊 我們解了這個 神獸 我們可以跟 我才可以跟他講一下吧 我們解完了 哇 你成功了 你已經解了這個神獸 然後當然有獎勵要給我們 好 那我們就去領我們的獎賞 哦 哦 這裡有一個 弓 但我們現在弓已經滿了 所以我們要丟一個弓出來 丟什麼弓呢 我來丟一個 十四的好了 我不喜歡丟三個的 這樣子 我把這個丟掉 然後 我來拿這個弓 雖然這也是一次 一次射三個箭的 不過這是二十八 比較酷一點 這是獎賞 獎賞一定要拿的啊 紀念嘛 紀念 好的 老大也回來了 踢吧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 我們明天就是要去解那個回憶 到那個很 很難爬的城堡裡面去解回憶 那我們明天見 掰 我們就先給了這個 我們先去解釋 要這個 啥